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你不懂骨琴 下次再见到只有右手留指甲的人 大概率是谈骨琴的了 很有标识性 那这一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叨叨一下 如何保养我们的手和指甲吧 先来说如何养不指甲 你要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指甲刀 如果你发现它钝了 那么一丢丢 立刻马上换新的 立面把指甲剪劈了 那简文指甲你会不会搓一搓呢 对咯 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我修指甲的好物 指甲错 我会一次买很多根放在家里随处方便取用的地方 特别是放在我常会做到的地方 比如擒桌 梳桌 床头棍 马桶旁边的置物架等等 就是你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地找到它 拿到它 养着没事闲着就错一错的习惯 我修指甲的习惯是 对于右手留指甲的这只手 不用指甲刀 那隔两天用指甲错错一错 对于左手呢 一周用指甲刀剪一次 你要问我 为什么左手不留 右手留啊 因为左手在弹鼓琴的时候要按鞋上下滑音 指甲长的话容易刮到琴弦不移哦 但右手呢 刚刚有提到一些指法需要用到指甲擦弦 那没有指甲弹出来的声音闷闷的不好听哦 但指甲也不易过长 不用像西游记里腰筋那样 留那么长的指甲 比指头肉多个两毫米左右为力 有些人指甲偏软 可能是天生的 也可能是钙不足 所以给你推荐一个养护指甲容易忽略的办法 那就是补钙 我可不是建议你吃钙片哦 而是维生素D 维生素D是一种促进钙的吸收的媒介 如果缺乏维生素D 身体内的钙不容易吸收和利用 只有维生素D不到位了 钙才能更好地被吸收 日常饮食里很少有食用中维生素D的含量特别高 它呢 又非常依赖皮肤晒太阳产生 像现在是冬天 在户外的时间少 我们容易缺乏维生素D 所以 维生素D要鼓起来 让指甲强壮起来吧 这是那一条 再来说说外用的好办法吧 嗯 在这个特殊的疫情期间 我们并避免不了 要经常洗手 那频繁的洗手会带走手部皮肤表面的油脂水分 那洗完手后 及时的擦干 在微微湿润的时候 涂布手霜就很重要 在擦手部皮肤的时候 特别要将指甲也涂一涂 我会买很大一罐的护手霜 像这样 就放在我的插手指旁边洗目的位置 让它很容易拿到 洗完手 马上涂一涂 即使外出时 也会随身带小包装的护手霜 这里都不是广告啊 都是我平常用的东西 随时可以涂 拿出来护手霜 我还会多做一步 就是凡视铃 把凡视铃涂在指甲和关节上 凡视铃是一种矿物蜡 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道护膜 有很好的黏肤性 轻油性 及防水性 手部皮肤干燥 也可以涂在护手霜时一起用 很好哦 这么一大罐能够很长时间 而且超便宜 这是日常护理手和指甲 我还有一个特别保养的方法 就是手磨 给手部皮肤做面膜 网上很容易买到了 一周做个一到两次 一次15分钟 戴上它不会影响刷手机 因为它可触屏 键盘打字也没有问题 非常的方便 你还可以自己DIY哦 用一次性的手套 嗯 像这样 双手涂上一层厚厚的护手霜 或者是保湿霜 面膜剩下来的精华液也可以涂在上面 或是加力精油 一两滴 用胶带 把它封上烤 等个15分钟 再脱下来手套 将多余的液体开打 吸收就好咯 是不是很简单的方法呢 虽很简单 但未必容易做到 坚持20天以上 养成习惯就好了 弹琴靠手 且爱且珍惜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